中華民國政府 首先 我要代表中華民國政府 以及兩千三百萬臺灣人民 向瓜里馬拉國會 以及各位國會議員 感謝你們的邀請 我們要表達最誠摯的感謝 感謝各位 讓我們全體訪問團 能夠參與國會的莊嚴會議 並且讓我們在這裡發表演講 我要藉這個機會 代表臺灣人民 對瓜里馬拉人民 以及兩國之間堅定的友誼 致上最高的敬意 今天還有一件特別值得一提的事 議長先生告訴我 今天的演講 會透過臺灣跟瓜里馬拉合作設置的轉播系統 在瓜里馬拉的國會頻道播出 聽說這是兩國合作的數位直播系統首次的啟用 我感到非常榮幸 這是我第一次來到瓜里馬拉 無論是在瓜里馬拉市 或者是安地瓜 瓜里馬拉的風情 充滿了色彩的建築物 都讓我印象深刻 昨天我造訪了世界知名的聯合國文化遺產 在安地瓜古城 那裡曾經遭受到地震的損害 舒服的過程中 臺灣的重建團隊也很榮幸一起參與 並且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我相信每一位曾經為重建安地瓜努力的臺灣人 看見安地瓜逐漸恢復恢復往日的元氣跟榮光 吸引無數的觀光客的風采 都會感到驕傲 我希望我的來訪 能夠讓更多的臺灣人民 有機會看到安地瓜的美 雖然臺灣跟瓜里馬拉之間的距離很遙遠 但是我們兩國之間有不變的友誼 也有共同的價值 持續超過80年的友誼 絕對不只有在外交關係和官事往來再維繫 更重要的是透過實質的交流與合作 來贏得人民之間的互信與友誼 這幾年我們的技術團在瓜地馬拉推廣竹林栽培 也和瓜地馬拉人分享竹台的多元運用方式 包括建造堅固耐用成本更低的竹屋 成為黑箱小學的教室 協助收短交易資源的落差 我們的技術團也和瓜地馬拉的政府合作 執行食品加工計畫 尤其是在木瓜產業上 透過臺灣團隊在種植技術 包裝跟加工的輸導 台農一號的木瓜 成為瓜地馬拉重要的外銷產品 創造大量的外匯收入及就業機會 除了實質的交流合作 臺灣跟瓜地馬拉之間還有許多共同的價值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民主 在昨天均以歡迎儀式中 我硬要更換了文化公和平紀念碑內的和平玫瑰 我深深地感受到 瓜地馬拉人民在追求自由 民主和和平的時候 一路走來的艱辛以及永不放棄的決心 臺灣人民也是一樣 我們同樣經歷過戰爭和威權的統治 才爭取到今天的民主自由 我們都曾經走過歷史上艱難的歲月 也都因為堅持自由的理想 才能讓和平和民主 逐漸落實在人民的日常生活當中 我們都堅信經歷習日普通的人 必定會珍惜眼前的幸福 瓜地馬拉曾經經歷過過去讓人遺憾 但是我們也相信只要記取歷史的經驗 必然能夠影響光明的未來 無論是在價值上或實質的合作上 臺灣和瓜地馬拉的友誼都兼顧穩定 長久以來 瓜地馬拉都在國際社會中 屢屢為臺灣發聲 我要代表中華民國政府向瓜地馬拉表示感謝 臺灣走向世界的路雖然很曲折 但是我們非常堅定 去年5月 我就任總統之後 推出了TAS外交互備互助的外交新戰略 我希望透過實質的合作 跟友邦之間恰強更符合雙邊需求的互助方案 在瓜地馬拉過去幾年來 我們透過海外工程公司協助推動CA9號公路 拓展拓寬的工程 我們的初衷是因為我們相信 基礎建設的興建 有助於經濟產業的發展 跟社會的繁榮 不僅是協助興建基礎建設 我們也自力幫助瓜地馬拉培養人才 目前一共有51位瓜地馬拉留學生 透過臺灣獎學金以及國和會的支持 正在臺灣學習 我相信這些學生 都會是深化兩國友誼 第一線的民間大使 為了協助瓜地馬拉改善 教育跟醫療的情況 我們不僅帶來的梳光 給瓜地馬拉的小朋友 跟帶來的許多藥品 希望改善瓜地馬拉的工衛環境 同時 我們也已經開始評估 孕產婦及新生兒照護功能計畫 希望能夠降低孕婦跟新生兒的風險 並且提供知識和訓練系統 讓瓜地馬拉的醫療人員 能夠跟臺灣有更多醫療合作的交流 甚至到臺灣收學 在貿易方面 我們和瓜地馬拉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十年之後 去年雙邊的貿易額已經達到將近2.5億美元 臺灣在瓜地馬拉的投資也已經超過1億美元 其中最重要的貿易產品就是咖啡 在臺灣的大街小巷當中 都喝得到來自瓜地馬拉 具有世界級品質的咖啡 這幾天 我在中美洲訪問 跟宏都拉斯的燕蘭德茲總統 尼加拉瓜的奧德加總統 還有貴國的莫納萊斯總統分別互談 在雙邊配談當中 我感受到中美洲國家對於繁榮發展的潛力和期待 在踏實外交的精神下 臺灣希望能夠和瓜地馬拉攜手 持續規劃出互惠互助的方案 我了解中美洲國家對於製造業製程的自動化 農產品的加工 綠能產業 物流產業 經濟基礎建設 以及防製成品產業的 和數頁資訊產業的重視 這幾個項目都是現階段 臺灣非常重視的產業 這次出訪 我們特別針對這些領域 來邀請水團的企業界成員 我一直相信 親身經歷 親自體會 就是踏實外交最重要的精神 我也期待在大家實際考察中 被考察中美洲市場之後 能夠對未來的產業在全球布局 和更完整的思考 在世界的變質之中 為臺灣的產業找到更多的機會跟出入 從今年開始 我們會定期協助臺灣的企業 組成以投資跟採購為目的的考察團 希望能夠持續強化雙邊的經貿關係 此外 我也期待臺灣的外交工作 可以有更多的性思維 在互惠互助的方針之下 跟我們的友邦進行更多的討論 找出更多新的 有助於雙方 互利雙贏的合作項目 比如在數位資訊產業 我們有世界一流的產業人才 這幾年也積極投入在縮短數位落差的努力 我希望能夠建立一個新的國際合作模式 讓臺灣的科技發展 不僅有機會成為政府合作計畫的一環 也更能夠在合作當中 尋找新的市場藍牌 比如這次的訪談當中 有臺灣的科技業者 希望能夠捐贈雲端數位教學系統 這套系統的特殊之處 並不僅僅在民意體的本身 更是一整套有關後續訓練 教育人力的合作計畫 臺灣正在充實數位教育的能量 為即將上路的城市教育打下基礎 我們希望透過在臺灣 瓜地馬拉兩地同時進行的私資培育 未來能夠讓接受電腦教育的瓜地馬拉兒童 會因此而得到學習城市設計的機會 我知道這個彌平數位落差的努力 需要時間也很困難 但是對的事情 不應該因為有困難就不去做 臺灣會把握所有為國際社會付出貢獻的機會 讓世界看到我們走出去的決心與意志 最後 我要代表臺灣人民再一次的感謝塔拉西納 議長閣下以及在座的國會議員 臺灣非常珍惜和瓜地馬拉的友誼 希望在瓜地馬拉國會的支持下 讓兩國持續相互扶持 邦誼日久無間 也祝福塔拉西納議長閣下 各位國會議員以及各位貴賓 健康無益 謝謝